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蛇蛇攤吃啦 那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好像已經沒有什麼七日任務了喔 所以今天的話這邊應該會先來把我們這次就是那個 雷電蛇蛇給他抽出來啦 現在目前來說 也不知道抽不抽得出來欸 這邊有1萬多的這個寶石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蛇蛇這邊保底的話是差我們的這個 欸 919 9327 大概是 1萬1千多吧喔 所以在這之前能不能抽到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 在我們這5天之內的話應該是可以就是 把我們蛇帶回家喔 不過我們這邊的這個 菁英的這個部分的話已經都拿完了喔 那我是盡量就是 不要花太多為主啦 要不然這樣的話可能就是會 就是喪失一些樂趣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昨天基本上 拿完就是所有這個S套裝之後啊 也沒有到非常非常輕鬆欸 感覺就是這樣子喔 好 來吧 各位 我們的S穿一切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取得我們的這個 好角色 而且他這邊沒有10連抽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只有這個900 900這樣一直抽喔 希望在這之前就抽到了好不好 有沒有機會讓我取得 A10級蛇蛇 拜託了 大爆抽 哇 欸 這雷霆之怒欸 新的 有雷電蛇蛇了喔 因為同樣屬性的蛇蛇的話可以加成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也是好個消息喔 來 拜託 繼續 有沒有機會在這之前直接開到我們的那個啊 A10鑽穿一切 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火焰品質的喔 反正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缺一隻冰蛇 然後缺兩隻雷電蛇 應該再抽一隻雷電蛇就可以了喔 其實這遊戲的蛇真的蠻多的欸 這個炸下去好像都是A級的 又是他 他已經快要三星了欸各位 炸下去基本上都是那個 A級的啊 還沒看過S級的特效喔 來 各位 這是我們的 遠古冰靈 在下面一位 好 開爆 喔 又是他 雷霆之怒 喔 可以喔 這樣我們可以讓他升到比較高階了 來來來來 抽個蛇蛇 反正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七日任務了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抽給他爽喔 哇 又是雷霆之怒欸 這是什麼意思 要暗示我快要抽到那隻了是不是 完了 感覺很難抽欸 這沒有保底是不是抽不到啊 S級 好像都是這樣炸開 喔 這隻是那個欸 這隻是那個欸 就是我們原本可以讓我們購買的那隻蛇欸 笑死 來 我們還有五抽的機會 然後就倒數最後兩抽了喔 哇 快要抽到乾了 真的是保底命了嗎 喔 又是他 聖光騎士欸 這聖光騎士應該是土屬的吧 還是 真的是光明屬 那光明屬性的角色是不是比較強啊 應該是光明屬喔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光明的身體 完了 拜託 來吧 又開炸 喔 這是我們的這個 血緣領主 沒問題 欸 抽了一堆蛇欸 我的天 呵呵呵呵 這沒有基金的話還真沒辦法這樣抽啊各位 來 下面一位 又是這個開炸 這樣好像就沒有什麽了喔 轟炸者 喔 火焰的 欸 火焰的蛇有三隻了喔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一隻 就是S級的這個火焰蛇 所以應該先不會用火焰吧 來 有沒有機會 反正我自己下會再把我們 就是那個什麽 先把我們就是那個鑽石再給他抽滿喔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的這個 轟炸蛇 好了 最後一抽了各位 欸 真的很難欸 看來真的是保底命喔各位 我們要再存到1800了各位 這最後階段我們要存到1800 不然我們就拿不到了喔 喔 又是光之蛇蛇喔 聖光騎士 沒問題 好 那現在 我們又沒有那個資源了 但是我們這邊應該可以領到不少的這個吧 消耗很多的這個蛇蛇 沒有欸 才320幾而已 好爛 好爛 我的天 沒有辦法拿到太多的這個資源喔 但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繼續升級 我們先把這幾隻升了 那火焰的部份的話應該是我們可以那個欸 我們可以那個 可以來玩玩看就是火焰的看一下 3隻火焰在一起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特效 但是因為火焰弄起來的話 我們這邊不知道輸出夠不夠喔 這個雷電蛇蛇的話我覺得我應該會蠻有興趣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來嘗試一下好了啦 如果就是火焰蛇的話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試一下的話應該會先 努力的存寶石 因為我們還差 那個 兩次的900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級的鑽洞帶回家了喔 然後戰鬥開始 先選擇火靈 這隻 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這邊剛好有三隻火形態的 沒有嗎 完蛋 好像沒有欸 哇哭了 沒辦法玩了 沒辦法玩了各位 這隻聖光的這個騎士好像蠻帥的 而且這邊買了之後還有這個2500的東西 沒有嗎 我們沒有滿喔 我們抽到的是B級 還是這個 這是雷霆之靈 我們抽到的都是比較B階的 哇 因為A階的才可以就是讓你合上去什麼東西鬼的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沒了 除非我們再用一個那個 火焰武士 哇 其實他的蛇也是很少欸 而且其實你要抽到滿三個的話好像就是 必須要那個就是抽到一隻S級的這個角色 結果我們這邊的這個 木鼠的這個角色好像都還沒有拿到喔 尷尬一波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看一下 接下來該怎麼辦了喔 那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關卡 看一下裡面會長什麼樣子喔 因為我們這邊要拿三個這個東西才可以累積到那個啦喔 才可以累積到就是那個最大的那個招式喔 但是我們現在都 沒辦法看到最大的招式就 有點小可惜 GOGOGO 護盾先選起來 那我們直接到達第十關給大家看一下第十關長什麼樣子囉喔 好 那我們來到我們這個第十關喔 那這一關的話基本上滿多一些很可怕的這個敵人啦 像我們一個就是什麼拳擊手什麼之類的 像這個 這次就是全新的這個拳擊手喔 那這次他們就是會順過來然後給你一個拳擊 那大隻的這邊的話也是 然後他會 順過來然後會噴一個這個東西喔 所以這個 也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那我自己個人還是滿喜歡這個雷電身體的啦 因為雷電身體的話他會砍吸 然後砍吸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墊到旁邊的一些角色 我覺得用來用去喔 我真的覺得就是 傷害啊跟整體的這個爆發性的這個 累積輸出 我真的覺得我還是會給雷電身體蠻高的一個評價喔 所以大家 如果還沒有決定自己要常駐哪一個身體的話呢 我是覺得雷電身體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再加上雷電身體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S級的這個 蛇蛇專動機的這個專屬的這個身體喔 所以為什麼我會蠻執著於就是抽這一次的這個專動機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是雷電的這個蛇蛇 那雷電的蛇蛇的話基本上喔 他就可以就是擁有這個雷電身體 因為我基本上自己的話在選擇身體的時候 通常都還是就是 以雷電身體為主啦 所以盡可能的話我都是會 如果能夠拿到雷電的這個蛇蛇的話 我應該就會先拿 你看其實這個 就很爽你看啦 他會整個這個雷電雷爆 然後加上就是如果又有那種就是 會回血那個敵人的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雷電的這個雷爆啊 直接去電爛別人這樣子喔 然後這一次也是這一次的這個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敵人 那他有點像是我們那個青蛙那種 只是他就是會有一個 正反兩面的這個不一樣的這個 範圍的這個監視喔 他藍色的時候是斜邊的 然後紅色的時候就是直線的喔 那我們就前往我們的第20關卡 再給大家看一下第20關卡的Boss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第20關來啦 但是我們的蛇蛇已經不是木蛇蛇 大家都知道因為哲平死掉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這個第20關的這個Boss也是比較偏恐怖一點點喔 但是其實 都沒有像是一些就是 前面那些Boss還要難打的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也沒有木屬捨捨了 然後我們現在只能繼續依靠我們這個 雷電的這個攻勢 所以也不知道能不能就是 順利把這個Boss給電死了 我覺得 這幾次的話呢 這個精英狂暴的話是一定會出現的喔 因為也沒有辦法了 我們只能先 慢慢的這樣子慢慢打 然後精英狂暴的話好像他只會就是 叫出更多的這個敵人 然後自己的招式就是變得更猛烈一點點 但是 好像你只要把那些敵人給清掉的話好像就 不會再升其他敵人的樣子喔 所以應該還算是OK 只是那個Boss的這個 超級的這個散射型的這個 齒輪就要好好的閃一下喔 而且我們覺得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的這個 雷電啦跟其他的這個東西沒有說弄得挺好的 所以就會 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但是Boss這邊 還是有一直在存血 所以我們就盡量以閃這個彈幕為主就可以了喔 閃起來閃起來 閃避閃避 努力閃努力閃 加油 來來來來來 喔唷 趕快 閃爆閃爆 好肯布爾 直接被電爛 走起走起 瘋狂的被這個 光線射到 欸我一直 一直吃招欸 完全不會閃了 唉唷好險 他這個都 你知道這個遊戲的這個敵人最激發的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不會就是 他不會就是很簡單啦 他這個射線都射在一個你 他預判你的預判你知道嗎 然後兩邊的這個彈幕還會 有所配合你知道嗎 超級麻煩的 完了 看來我們這次應該是很難到達這個 第30層了喔 你看這Boss現在血量還是超級無敵多欸 我覺得這跟我們一開始選擇的那個身體有關係啦 可惜可惜 不過我試一下我會先努力的把我們就是那個 挑戰任務那邊的這個 紅色的這個 寶石啊 先給他拿多一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把那個什麼 把我們那個 雷電蛇蛇給他拿出來 因為我覺得雷電身體真的算是還蠻重要的喔 那這邊的話目前來說第20關是順利的喔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 每一步路都很恐怖 而且你看 現在還有這個超級無敵恐怖的這個 這個 飛彈有沒有看到 超噁心 超噁心飛彈喔 好那我們這邊就繼續努力的給他墊起來 而且你看還有這個 會發射這個電網的這個敵人 這電網會慢慢變大喔 所以也是超麻煩的 這一次的關卡真的是要了個咻喔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到不到的了第30層了喔 那我們就繼續打下去 如果有到達第30層的話 大家接下來看到畫面就是第30層了 如果沒有的話 就代表哲平又GG啦 好的 GG 史密達 呵呵呵 直接敗殘殘 欸真的蠻難的啦 真的蠻難的喔 那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就是順利的先把紅寶石拿多一點喔 就剩下 兩隻就可以保底了各位 真的是 還蠻難拿的喔 而且我們這邊已經把雞精都給他拿完了喔 就是已經都可以買了喔 那盡可能看一下能不能少花錢啦 因為我也是蠻想要做一些挑戰的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大家有沒有抽我們這隻S級的這個 鑽川一切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想法囉 那我是請朋友在家的 大家掰掰囉 ㄟˊ ㄟˊ ㄟ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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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